大家好,我是郑校长 大家好,我是杨丽丽老师 我在宽中教了31年了 当然,今天很开心参加你们的谢师业 谢谢你们,今天谢谢你们 魅力又会满意了,请 哈喽,大家好,同学们都很开心吧,毕业了 我是徐贵芬老师,主要是教高中的收入 然后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谢师业这一边 幸福毕业生来经营这一届 您是教地理的高三和高福的地理老师 我是张伟,教科学的 我是韦国的数学科老师 我是化学科的佑丽老师 我是徐贵芬老师 大家好,我是刘仲文老师 商科老师 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疫情过后 第一次重新举办谢师业 请问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我是认为之前因为疫情两年 我们就没有了这个谢师业 那其实谢师业对很多高三毕业的同学来讲 是非常他们非常想举办的一项活动 真的,这个疫情派到我们很惨 大家同学们也 我上两节的毕业生 他们都觉得很遗憾 没有谢师业 也没有让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 所以他们看到我们能够 他们就很羡慕 很努力 很想参加 很想参加 所以我们要珍惜 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珍惜一些疫情流过的 请大家珍惜保重 然后照顾好一些看之类的 这个已经停换了两年多了吧 那我感觉到呢 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这是非常的棒的 非常的好 总之就是大家 在一起 六年的生活 我们的生涯在学校 然后现在呢 还有一天很多 大家就在一起 一起判斗 在判中的这个生活 大家一起呢 再增加这个回忆 更好的一些回忆 因为我在判斗高了三十年 然后今年是退休了 然后过去两年都 没有办这个谢师业 因此有关系 所以今年很难够 再办这样谢师业 别的说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在我退休之前 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也觉得今天 他们把这个谢师业 判得很好 很热闹 很温馨 感恩 谢谢他们 这是第一次的谢师业 所以就感觉 其实看到他们的车招 其实还蛮感动的 对啊 我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批刀 三次 我在教他们就是初三 我爱他们的班 所以 可以看到他们高三毕业 我觉得 还蛮感动的 对我来讲 我教过这一届 初二 初三 还有高一 然后这是 我第二次来的 这次实验 所以第一次是几次 我们就不熟了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 感觉非常好 因为其实今天 是我教高三第三 第一次两面 那么多 一直要出来 谢师业 但是他们和他们不换 就换成了 今天对高三的 是很容易 又成功 这个谢师业 是很容易的 很难的 就是很难得 就是过去两年 没有办到谢师业 是觉得蛮珍惜的 所以今年的学生 是蛮幸运 让他们有 可以参与到这个谢师业 请问您认为 学生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这应该要珍惜的是什么 我认为学生在中学的时候学习 第一个是要珍惜 跟同学之间的交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认真 跟老师学习那个知识 然后另外就是在参加活动团体方面 学习与人如何相处的沟通 我是认为这个是所有学生 必须要去重视 如果以我 我是以我的学业先 以前我读书 我是以学业先 然后当然 还有我的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的那一个友谊 因为一过后 我们毕业过后 这个大学 可是去那里 很少聚会 很少聚在一起 很难聚在一起 各自蛮各自的 所以我觉得同学们珍惜 活在当下 大家珍惜 有缘分就在一起 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当然主要就是要 打好稳固自己的那些基础知识 主要就是六年的时间很快过了 那之后就是大家会各分东西咯 然后再去那些高等学府 再继续的深造 那到时可能就很难聚合在一起 那就趁这些时间 能够大家在一起 作为一个中学生 当然最珍惜 他们应该要珍惜的 当然就是 好好去把那个中学 你要学的知识学习 把你的成绩考好 因为 不会顾顾老师 还有教掌的其他 当然中学是多知多产 在中学的时候 也可以好好去珍惜 每一天班人 同财 前期的朋友 我觉得 学生应该都不喜欢老师骂他 可是 可以被老师骂是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应该有过一段时间 就是老师已经来到班上 已经很失望了 我也不想跟你们讲什么 可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马上是一种很健康 所以 应该要珍惜 还有老师可以骂你的事情 我觉得 不管是被骂 还是上课很辛苦 因为这些都是很 如果你这样子 刚才就很痛苦 可是当你毕业的时候 你都会怀念当初 那个可以认识 这些人以前 你都可以打一下 什么 他们讲的就是我讲的 没有啦 我是觉得 除了被骂跟骂人之外 我觉得可以学习到的知识 是必须非常珍贵的 因为你出去外面过后 其实 并不会有人真的要教你 外面别人会教你的东西 说 不適合警察讲什么 除非你是他赚钱的办法 不然他不会教你赚钱 你到的也是一样吧 你出去过后 除非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不然其实别人会无事 教你一些东西 我觉得 最改正其实 真的是一段很多东西 因为其实 很多时候 中学的表演 是一生最好的第一次 就是一直不怕 路过很长的一段 纯粹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 很严重的活动 我觉得珍惜的是 想跟其他朋友的相处 时光 因为这些东西 在毕业过后 可能很难才会聚在一起 那请问你对此次 谢实验有什么感想 我是觉得 一位同学很认真想 要筹备这个 谢实验 所以大家就是 各自都有准备了一些节目 然后现在现场呢 可能大家比较 我看到大家很在意的是 那个服装 那你们就觉得 要一个很好的开始 然后一个完美的结束 我跟你们一样的 跟你们毕业生一样的 很感动 而且很激动 为什么都难得有机会 大家一起来参加 难得有机会 大家可以放这一个谢实验 真的 大家照顾好自己 祝福你们 然后为自己的梦想和平 要拚这些人 这一次的谢实验 感觉到就是很开心 因为到底呢 就是很久都没有办的 然后呢 那同学们呢 就趁这个机会呢 就刚好的又毕业了 然后呢 又整个投考考完 那 就趁这个时间呢 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 再聚餐一起 还没参加 那次看他们的前置啊 表演啊 彩排那些都蛮期待的 那想要几位大老师呢 如果这个谢实验 满个月十分的话 你会打几分 我大概打几分 那0.1分 是少什么呢 0.1分 可能就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下雨 然后武车的关系 所以 差不多整个阶段 整个阶段 才进行 我刚刚对我本来讲 没有影响了 因为我不是很迟看到的 10分 11分 那就 9分吧 平均起来10分 耶 那1分 少的是 少在哪里 明年会更好 对 我相信每一年都会更好 就像我这一次来比上次更好 所以总要留一个进步空间 我会给满分耶 因为其实 谢实验跟他们准备 有些事情 然后他们自己很坑存 然后每个机器 应该有准备 表演 更好消失他们 所以他们很难 这次我们谢实验的主题 是一期元期 所以 请问校长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这个主题 我是觉得同学都会用谐音 就是一期可能是你们 2017年就是加入我们 宽容中学这个大家庭 所以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就觉得 跟老师啊 或跟同学之间的那种缘分 所以你们选择了这个主题 所以我是觉得 是好的一个主题 那也会让可能 所有的该界的同学都会记得 好那最后请问您 有什么话想要对毕业社们说的吗 我希望就是 所有同学离开我们 市长的怀抱之后 你们到那个大学期 或者将来看社会 那都要必须小心谨慎了 不管在交朋友 或者是在其他一些事物上 都要认真地去看待 然后同学们要懂得就是 迎刺试验啦 然后要感恩父 感恩学校给你们的了解 同学们 珍惜一切 然后同学们 真的要勇敢地向你的理想啦 你的梦想啊 你的想要做的事情去做 当然要做的对的 要正的 不要走到外面 好 请大家 祝福大家了 真的祝福你们了 我想呢 大家之后呢 就是各奔东西咯 然后呢 可以的话 就是大家再继续的生长 然后呢 展翅高飞 然后呢 继续寻找自己的梦想 OK 对学生来讲 还是那句话 就是大家要加油咯 所以中学只是一个 一个毕业 只是一个 一个做什么 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 你还有大学 然后可以升学 选择你要读个大学 你的科目 然后可以做你的大学生 做好人 做好事 读好书 做个 国家动脸 而不是又动又脸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觉得 肯敢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 不要在乎太多 不要去不理太多 很多 未来的因素就是 会着用你 可是老马就是 你勇敢地大出大夫的话 未来之神就是你的人 就是你想要的 但是不要遗憾 想做什么 尽量去做 但是很想祝大家去毕业快乐 甚至未来到外面的世界 然后成长 然后下一步 就是希望 各位毕业生们 在毕业过后 可以继续爱繁荣 然后爱繁荣 然后会不会不孝 小小植木猴 花絮 这个机会呢 我记得你们没有用外不可以 也一定很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收到这些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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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